我覺得這一屆選舉真的有很多怪異的現象 這些怪異的現象就是你覺得是難以解釋的 所以我就說現在的所謂的評論人員 都是會有信心的危機在這裏 先講了 直接入題了 這個田北辰自己本身都是有這個困惑的 他說 喂 我不明白為什麼中央政府要用這種過早的陰點 而且是這麼張揚的陰點 他說其實如果是這樣做 其實害了林鄭的 是會令到她的民望插水的 大家都知道田北辰就是這個西環契仔來的 由他講這句話 我本身就覺得已經很怪現象 他沒理由不知道內情的 難道現在整個新聞黨 都是已經被蒙在鼓裡 不過他所說的話 又有一點點道理 最近自從這個堂堂走出來 站在奶媽旁邊 然後接著就很親切地擁抱她 跟她耳邊說話 這個現象 我一看的時候都說 突了一突 堂堂都站在林鄭那裡 跟著又有這個李嘉誠 各方面的消息 我這裡就不重複了 大家應該知道的了 如果留意新聞 又說什麼就已經和張一干親自見過面 又跟林鄭又談過一個鐘頭的物體 所有這些的信息消息 都是引領我們去一個叫做Believe 就是林鄭現在就是中央陰點那個 而且有一個說法就是 為什麼這麼早陰點啊 哇 真是怕不夠票啊 即是她想七百票入閘 就令到整件事就被人覺得已經是一個贏硬了 不過贏硬之餘 亦都令到今次的選舉 那個所謂小圈子選舉 那個最後的遮收布都撕開了 就是一個撇撇撇的陰點 這個效果就會令到兩件事 一 香港人對這個小圈子選舉 再沒有任何期望 第二 林鄭的民望插水就好像田北辰所說 喂 但是其實 如果真的要做陰點 是不是要做到這樣啊 大家覺得是不是真的要做到這樣啊 如果習近平真的已經撲了取 為什麼要用一個這麼張揚的手段 是不是真的覺得 必須要這樣才可以傳達到那個陰點的訊息呢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我仍然是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你試試想想 要擺平李嘉誠 要擺平唐盈的人 即是你知道這裡大約是可能二、三百票 當中有幾個key person 其實密室回談就已經搞得定了 而這些消息也都不會傳到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大的好處在哪裡呢 就是既能夠保持林鄭那個叫做民望 OK 第二 那個陰點的叫做氣氛沒有那麼濃 可以保持小圈子選舉那個所謂的競爭 很早之前我們香港人聽到的了 這次中央政府要有一個公平競爭 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氣氛 那種容物兒啊 所有的所謂的密室 所有只要這樣的安排在密室那裡進行就可以了 是不是 既可以令到林鄭當選 又可以令到整件事做得漂漂亮亮 整個選舉有一個叫做公平競爭的形象 所以這件事我還未想得通的 這個是不難想的 我的意思是要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以中共這麼多的智囊 什麼律戰書啊 這幫全部都是高材生來的 讀很多書的 中共也都 中國自古以來權貿非常之厲害的 要做到這個效果 怎麼會做不到呢 反而現在做到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劉細良經常用那個Terms 水嘌嘌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 這個是我的一個question mark 另外一個怪異現象出來了 就是這個689較早之前 就鼓勵民主派你應該派代表出來的 哦 真是奇怪了 不喜歡民主派派代表出來的 你不是建制派的人嗎 第二 今天這個香港01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迪志遠所寫的 迪志遠竟然說這個根本 過去很常常跟政府已經走得很近的人 很明顯他的民主信念當中 就是又拆 又鏡 又講 就是那些策略思維就比我厲害了 是不是 但他竟然說民主派應該要Stick to他們的principle 就應該派長毛出選 就是他整篇文章的意思就是 喂 你們的舊票呢 舊票既可以 第一 選擇就是長毛 第二 你把曾俊華推出來也不要緊 第三 舊票就把胡官推出來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你們應該Stick to principle 你們是民主派嘛 長毛才代表民主派 為什麼這些人說這麼奇怪的說話呢 這一屆的特首是很多這些奇怪的現象 迪志遠這麼說很明顯 他根本就不是民主派 他和六八九都看得出 派長毛出選最大的效果是什麼呢 第一 在目前的民情這麼明顯的情況之下 民主派只要推長毛出來的時候 民情就會覺得民主派你搞什麼東西啊 喂 我們這些選委求投給你 我們的聲音已經很清楚反映出來 就是我們要你們 我們要你推舉薯片叔叔出來嘛 令到他有機會當選嘛 所以第一個效果就是推民主派去死 第二個效果就是 當然這麼多人出選 都是可能會令到泛民主派的三百二十六票 會分散 有些就投給胡官 有些就投給曾俊華 有些就投給長毛 當他們一起出選的時候 當然有這個效果 所以這就叫做不安好心 但是無論如何 我都說這些所有的怪現象 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第一 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在這個時候 有太大的放棄的念頭 認輸 遠遠未到輸的地步 還有很多的日子 去到三月二十六號 現在還有一個多月 每天都會有事情發生 不要讓表面的現象迷惑了你 總而言之我們要做的事 都還是 choose the lesser evil 就是 總而言之 胡蘇貞出post就去like 這個林鄭月娥出post就去給她一個生氣 還有 當然我們可以發揮我們的輿論壓力 給我們的民主派 將很多的聲音繼續持續在那些 無論是網媒 搞很多social listening 投票這些活動的時候 繼續去投票 這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做 而且仍然是 只要去到三月二十六號投票日之前 對於胡秀貞最大的幫助就是民望高企 林鄭民望插水 這件事情是目前我們最佳的策略